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回到硬派90秒第八集 今天和大家聊聊咖啡的攝取量 你身邊有不喝咖啡就不痛患 起不了床的朋友嗎? 還是有喝一杯咖啡就會心靜 睡不著看到咖啡就害怕的朋友呢? 到底咖啡一天能夠喝多少 就讓學長用90秒的時間告訴你 各位應該在很多報導上面看過 有很多臨床實驗告訴大家 咖啡有助於身體的健康 可以預防糖尿病、高血壓、失智症、腎臟病 並且增加身體的代謝率有很多的好處 但喝了太多的咖啡也容易讓人心浮氣躁 心悸睡不著 那我們一天喝多少的量是比較安全的呢? 學長建議一杯150cc到200cc為標準 成天一天兩杯以內是一顆安全的飲用量 對身體不會造成負擔甚至有很多的好處 但是當然啦 每個人的體質略有不同 如果你是對咖啡比較敏感的體質 你仍然可以飲用咖啡 但建議在晚上五點之前飲用 並且搭配足量的白開水 因為咖啡有利尿的功能 大家在飲用三到五個小時之後 就會排足體外了 就不用擔心睡不著的問題 另外特別要強調的是 以上喝咖啡的諸多好處 是以不添加其他化合物為標準的黑咖啡 因此二合一咖啡或是三合一咖啡 或是有含糖的咖啡飲料 都不在以上的範疇之內 請盡量飲用純的黑咖啡 或是加了鮮奶不加糖的奶類咖啡 身體健康比較要榜上喔 好了以上就是學長建議的每日咖啡攝取量 一天兩杯其實是蠻夠的啦 精彩的風味不需要牛飲 每天兩杯的寶貴時光 除了好喝之外呢 也可以讓你稍作休息 讓你好好享受愉快的咖啡生活 好 那麼今天的硬派90秒就到此為止啦 如果你喜歡學長的頻道呢 要麻煩你訂閱並按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或幫忙按讚分享 我們會製作更多優質的影片給大家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好 謝謝大家 掰掰